好 那这个句子呢除了有这个文法 find的受词形容词加上2加元V 各位可以帮自己注记一下这个at是虚受词 这个it是假的受词 然后后面这个2加元V才是真正的受词 我们用更深的颜色来做区块 这个it是虚受词 虚的 虚 受词 它是假的受词哦 那这个呢后面的2加元V才是真受 真的受词 好 所以呢你会觉得这件事情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怎么可能 我们的反应怎么跟血型有关 你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什么样的事情呢真的事情在后面 就是去相信这件事哦 去相信这个结果 去相信这个实验是真的 你可能会觉得很夸张 you will find it difficult to believe 你可能觉得要相信很难 但是你的reaction to 来第二个重点就是这个to 各位看一下这个to是什么词性 这个to是介细词中文翻译成对谁来说 所以the reaction to situation要翻译成对这个情况 来situation如果忘记了写上去 对于这样的情况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也许会是被影响的 b动词加pp老师都帮你用灰色化起来 被动语态是b动词加上pp be influenced by the blood type都是被你的血型所影响的哦 在接下来的课文当中 只要是被动语态老师都会帮你用这个颜色做标记 被怎么样 那留意一下reaction reaction这个字呢 反映它的固定搭配介细词只有to 没有其他的答案了 留意是to 有些人都会写成of 那没有在这里是to 好 翻译成对谁来说 接下来第二段 根据研究 according to 这个to也是什么词性 这个to也是介细词 所以后面会加名词 或者是ing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这边是一个名词 an interesting study 这是一个名词研究 所以根据一个网路上面的有趣研究 这有研究的 a person a person's personality 一个人他的性格 性格叫personality 一个人的性格 maybe determined by his or her blood type 好 所以根据研究说 其实每个人的性格也许都会被决定 被谁决定 by the blood type 被他的血型来做决定 来有没有看到灰色 老师画起来的就是被动语态 be动词加上determine的 加上ed决定叫determine 所以我们的根据我们的性格 是跟血型有关 in order to 这个to画起来 这个to等于in order to 他们后面又是加圆形动词 所以to see 为了要看看 in order to see 为了要看看 whether whether or if there is indeed a link between the two and experiment was performed by a tv crew 所以网络上有这样的一个研究 就有人想要真的来做做看 所以为了要去看看是否 来各位帮我写一下 这个if翻成是否 可以等于我们之前学过的单字叫whether 好 所以为了看看是否这个网络上的研究 是不是indeed的的确 there is indeed的 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的确的link 连结跟关联 好 关联是名词哦 这个link是名词 它可以等于connection 可以等于connection 他们想知道是不是有的确确实的连结呢 between the two 接在这两者之间 那这个the two是指谁 来这个the two呢 老师帮你写出来了 the two就是 the personality and the blood type 他们很想知道哦 我们的人格性格跟写形 这两者之间between 这个between是在什么之间 接在这两者写形跟人格之间 是不是真的有indeed的link 是真的有的连结哦 所以an experiment experiment叫做实验 于是有一个实验就被be performed 就被进行了performed 这个字有操作的意思哦 那这边是被翻译成被操作 被进行 被执行 被谁呢 来这个灰色是被动语态哦 被一个TV crew 被一个专业的电视专业团队 好他们去找谁做实验 some kinder garden 他们去找一些kindern garden 幼稚园当中的小朋友 这些小朋友呢 were divided into 他们被分成为 four group 四个团队 四个主别 然后呢是根据according to their blood type 根据